透由经营团队的培育,主管更要去重视到团队彼此良性的互动,而其中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,就是主管要学会活用每个部署的专长。 如何活用每个部署的专长,它有一个基本原则,第一个就是要了解它的特性,因财师教,事财事认,所以主管不能只去挑你的部署的毛病,更要去看他的专长,让他充分地发挥,真正学习活用人才,更要了解成功不能在我。 要让同仁充分去发挥他的能力,发挥他的专长,身为主管就应该帮助部署找出他的长处,让他发挥,还要强调充分掌握他的长处以后,毕无必要知道其短处的认知。 要能活用人才的特长,才能能得其位,未得其人。 整体经营团队的综合效果,才会产生最高的蹊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